早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湖上面坐游船 然后下午可能要去 那个Banf的山上面坐一下缆车 然后在Downtown那边逛一逛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现在我们从Canmore开车前往Banf 这个小镇风景还不错 而且今天这两天天气也好 拍出来什么都很好看 前往Banf的路上 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这里的山 上面积雪还没有画 应该常年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来到了2Jack Lake 这边超美的 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玩船 晒天啊晒太阳啊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湖了 人不算太多 太美了 这里挺安静的 除了有一些狗在叫 这边的垃圾桶 都是一定要用手这样子开 才能把这个垃圾桶开开来的 我们在那个Capilano 钓条公园 那个垃圾桶也是长这个样子 是因为这边就是说 人类的食物 野生动物会过来偷吃的 所以说它这个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就是防止动物吃到那个人类的食物 我们现在在船上 然后马上就要出发了 这个油船的上座率大概20% 可能都不到吧 人非常少 然后位置都会隔开来的 好 OK 我们坐好船了 现在打算去Banf downtown那边吃点东西 然后下午去坐缆车 刚刚路上看到了鹿 然后还看到了一只狐狸 然后嘴里还叼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小动物 我感觉这边随便拍拍风景都超美的 但是就感觉照相机拍不出我们能看到的它的美 这个地方一定要亲自来看一看 我们明后两天还要去其他的湖 我们现在非常期待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条街逛一逛 这条街是不允许车开进来的 因为它的Pateo都开在马路上 然后餐厅都开可以在室外吃 今天天气超好的 我们待会逛一逛 然后看看吃什么 这里大多数都是西餐吧 但是我Google上看了 那几家西餐厅评价都还不错 看一看这里还挺漂亮的 这边很多礼品店 我们现在来了一家餐厅叫Eddie Burger 是专门吃汉堡包的 然后网上评价还挺高的 等会尝一尝 快点 我们的汉堡上来了 我点了一个cheeseburger 然后他点了这个叫Rocky Mountain 这个里面真的有blueberry 吃饱了 刚刚那个Eddie's Burger还可以吧 不算太好吃也不算太难吃 就是平均水平 然后价格就感觉就是在景区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贵 不过因为这边只有5%的税 所以就还可以 就是差不多更多了 然后现在我们开车去缆车那边 然后坐缆车上山 待会我们就坐这个缆车 这个停车场现在非常空 我们现在坐上了缆车 感觉还是有点小恐怖的 看一下这个缆车的视角 我们现在在好高的山上 终于到了 缆车下来之后这里有一个通道 旁边都是自然风光吧 这里有一个观景台 我们去看一看 这里二楼应该是一个讲解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关门了 然后再上楼看看 它这边外面这个步道 可以一直走到那个山顶上 这里有一个熊 然后这里有个fire pit 然后这里有些座位 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坐 这里是拍照的地方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火堆没有人坐 打算在这里休息一会拍拍照 这边的山景真的是太壮观了 上面的风景还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还蛮推荐买一个这个套票的 套票其实下来还挺便宜的 现在还有那个折扣25%off 这个缆车呢还算小 大概只能坐四个人左右 然后现在疫情期间它也不会让就是不同的人拼一组缆车嘛 而且它缆车出发和到的时候 就是只要有人用过 它立马会有人把这些缆车的门什么的全都清洁一遍 然后你下一次坐上去的时候就是干净的 我觉得还可以摆开上去 感觉还挺安全的 这边有一条hiking trail有人在上面走 然后网上查一下这条hiking trail大概要走三个多小时才能走到山顶 而且它是有坡度的 这个真的要专业的人才能走 这是我们的晚饭 我们在canmore点了一家泰国餐 然后这个是一个coconut soup 然后这是绿咖喱 这是菠萝炒饭 好开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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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